您聽過鹽和木炭也可以雕刻嗎 臺灣藝術家羅廣維 用金鹽製作出重達83公斤的翠玉大白菜 還有圓明園十二獸手的鹽燈 上百件作品透過鏡頭 帶您一起去看 看看這個一米高 長度為一百三十一公分 寬四十九公分 運用重達83公斤的高級金鹽 製作出的翠玉白菜 光鑄造就耗費一個半月時間 上頭的中絲和乍蒙 分別代表多子多孫 多福切 底下結合七股岩山意象 成為最吸睛的展出作品 能夠被永久典藏 這個是我們花了大概 工作團隊花了大概六年的時間 去做一個研發 然後跟國內的十幾個化工單位 去做研發才研究出來的 一個新的技術 這次也展出圓明園十二獸手的鹽燈 利用珍珠彩刷金技術 讓作品看起來金光意義 耀眼奪目 現場也利用日本的珍珠彩 與金粉調合成的上色顏料 讓民眾了解鹽雕的上色的製作過程 除了鹽雕 展出作品還利用 含有遠紅外線 阻絕電磁波的貝長炭 作為雕刻材料 雕刻出台灣黑熊 以及熊貓等作品 包括做在元寶上面的十二生肖 令人嘆悲關鍵